香港最繁忙和最出名的街道之一 一定是榜上有名 連接著旺角和尖沙咀兩大旺區的彌敦道 連歌手和槌立的彌敦道 都採取了街道上的居水馬龍 這一條街最近推進了新樓盤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 資本策略發展的高林 位於彌敦道350號 由A1座和A2座組繩 合共提供259貨 實用面積由232至1589平方尺 護形銜蓋1至4磅 不少單位用維港海景 另設有會所 提供區內罕有的天際綠洲泳池 連室內外商健身室 尖沙咀和佐敦一帶 普遍都很少一手的住宅落城 對上那次要數到2020年 附近有一個單棟式的物業 高鐵站上蓋商業地王項目 再加上西九藝術大樓 總共提供329萬呎的寫字油樓面積 將來會有很多國企或跨國企業 甚至乎是高端的金融機構 會進駐來這個區分 當中可能會提供很多大量的高端人才 將來這區的住宅水球將會大大增加 一手的成交可以參考 最近有一個單支的物業 普遍都是小單位 成交的赤價去到32400元一呎 而天璽亦都有一些貨尾的大單位 對上成交是57300元一呎 而二手成交呢 九龍站上蓋 由設立之後 單月中數已經去到55宗以上 平均的赤價去到33800元一呎 交通方面 樓盤前往西九龍高鐵站 只需要4分鐘車程 方便往返內地各城市 補行5分鐘即達港鐵佐敦站 樓盤附近亦都有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 穿梭全港多區 交通方面 而中部方面可以參考棉登徑海域 當中有個677呎的三房 它的租金是成交45000元 赤租是66元 當中的回報是去到3厘的接近 而這區的租客 來源於附近的社製油的高級職員 生活配套方面 項目毗倫拔稅女書院 基礎液設有約14萬平方呎的商業和零售樓面 同時區內角色食市和商部臨勒 亦都可以到達海港城、K11、美麗華廣場等大型商場購物 優限娛樂方面 不可以不提的一定是綜合文化藝術、綠色空間和餐飲設施的西九文化區 要數西九文化區的人氣熱點 當然少不了亞洲首間全球性的現代和當代視覺文化 Ampus博物館 另外亦都有香港古宮文化博物館 展示古宮博物館和世界各地的真品 當中不少都是首次在香港公開展出 廣闊的綠化戶外空間 一定是西九文化區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這裡有陸游游的草地 還可以飽覽維港景色 吸引了不少人過來野餐和遊戲 原住海濱長廊有不少特色的cafe 寵物有線餐廳和高級餐廳 邊欣賞維港景色邊探美食 最後和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增金單位 這裡會不會有花ags 邊欣賞 do赤 仔 搽帶 小型 寶貝 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